孩子能平安健康到來 這是每位迎接新生命的爸媽 最大的希望 而現在疫情嚴峻 陽明交大與英國劍橋大學的研究 又發現 治療新冠肺炎的主要藥物之一 瑞德西韋 染疫孕婦在注射之後 有近五成的藥物代謝物 會進入到胎兒體內 這個藥進去之後 會不會對胎盤 會胎兒 產生藥效 或是產生毒理作用 這個是藥物動力學 很重要的一個發現 那瑞德西韋也是一個新興的藥物 對於孕婦的研究 其實非常非常少 研究團隊在動物模型中發現 瑞德西韋在投藥後40分鐘內 可以迅速分解成代謝物 而這代謝物60分鐘後 就會進入胚胎 研究團隊透過自行研發的 微透吸探針 針對懷孕的母屬取樣 發現大約有五成的代謝物進入到胎兒體內 七成一會到達洋水 三成五到達胎盤 會對胎兒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目前還未知 研究團隊認為瑞德西韋對孕婦與胎兒的科學研究仍然不足 因此只建議在潛在效益大於風險的情況下 才給予投藥 而這項研究也已經刊登在國際科學期刊上 華視新聞 孫瑞娟 蔡宗迅 張俊慧 台北高雄 綜合報導